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类似的话可能不少人都从父母嘴里听过 我们可以摒弃其他人对我们的评判 但是永远也无法真正无视父母对我们的评价 想要他们爱你 想要他们认可你 这是每个为人子女的期待 有的人获得了 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在渴望 并且为了这份渴望而过不好自己的人生 今天在征得一位来访者蔡蔡的同意后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她的案例 第一次看到蔡蔡的时候 我心里有稍微吃惊一下 因为才26岁的她 精神状态看起来像三四十岁 整个人非常疲倦 她说自己已经失眠很久了 明明那么累 但是晚上却总是很难入睡 总是会想东想西 其实她薪资还不错 但是她还兼职做其他的事情 每天都很忙 有时候她会感觉胸闷头晕 可是去医院也没查出什么毛病 医生就是让她多休息 一开始我只是耐心倾听 可当我问她 你有没有跟父母说过自己的情况 蔡蔡明显有些迟疑 然后她说 我跟他们提到过 但是我妈上来就是一句 要是我一早听他们的 现在就不会这样了 后面还会有一大堆埋怨指责的话 在那之后 她就不跟他们说了 我敏锐地察觉到 蔡蔡的状态 跟她的父母一定有着很大的联系 于是我就让蔡蔡多聊一聊原生家庭 蔡蔡一开始是有些抗拒的 但是随着我的安抚 她表示了对我的信任 向我讲起了她的过往 蔡蔡说 从小家里面爸爸就是最有权威的那个人 自己甚至不敢在父亲面前 表现开心的样子 因为爸爸会批评她 说她没做好 没资格笑 她还记得有一次 在家庭群里 分享了自己旅游的照片 父亲却说她 工资就那么多 哪来得先前去旅游 母亲她不知道该怎么说 有时候感觉很关心她 但有时候又感觉看不上她 看到蔡蔡在讲述这些事情时 脸上落寞的神情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她内心的难过 听到这里 可能你也发现了 蔡蔡的压力大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家庭给予的 她好像不被允许享乐 也不被允许开心 于是我陪着蔡蔡一起讨论那些情绪 我问她 要是不考虑父母的因素 你的生活是开心的吗 蔡蔡回答道 如果抛开父母 其实我可以轻松一点 不用做那些兼职 我工资不低 但是我不想听他们老实说那些话 我想凭借自己的能力 在这儿买一套房子 这样他们就不会再说我了 说着说着 她终于认识到 原来她一直想要得到父母的认可 可正是父母的贬低 让她迫切地想做出成绩 获得他们的夸奖 在第一次咨询的末尾 我给蔡蔡布置了一个作业 去分辨哪些是自己想做的 有哪些是为了讨好父母而做的 一开始比较难 但是随着咨询次数的增加 蔡蔡已经可以正确地区分了 在后面的咨询中 我就一直引导蔡蔡 让她理解父母为什么会这样 这并不是为了让她原谅父母 而是让她学会放下这份执念 不再渴求父母的爱和夸奖 只为自己负责 等到最后几次咨询的时候 我发现蔡蔡整个人 精气神明显更好了 她说 现在我还是想买一套房子 但并不是为了让父母看得起我 我想给自己一个家 他们能看到我的成绩那很好 看不到也没关系 我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我也可以自己爱自己 透过她的话 我看到了一个崭新 而有力量的彩彩 确实生活在这样的原生家庭 是一种不幸 但这是可以扭转的 你不必把自己的一生 都跟父母捆绑起来 他们有他们的思想认知和做事习惯 也许你永远都无法从他们身上得到你想要的 这时候与其为难自己 不如放下 重新换一个视角 去感受自己的生活 要相信 你比自己认为的更加强大 你的人生也可以换一个活法 好了 这段咨询经历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苦恼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那就来找我聊聊吧 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心灵时空 更加强大